千年以来 北京 贵州 甘肃 庆阳 湖北 武汉 江苏 无锡等多地 纷纷推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政策 在这当中 算力券备受关注 那什么是算力券 算力券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先到贵州去看一看 贵州深度参与东树西算工程 是全国范围内较早推出一揽子算力券政策的地区之一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本周最新数据显示 自今年三月发放首批算力券以来 森林企业超过70家 其中民营企业达到近7成 省外企业占到90%以上 把贵州算力券发给需要用到算力的企业 比如说人工智能 数据训练 影视渲染 网络游戏等等这样的一些企业 他们在购买贵州算力服务和产品的同时 就可以享受到优惠 具体如何使用算力券 以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为例 如果它购买了贵州当地一家算力中心的服务 假设合同成交金额为100万元 按照3%的激励比例 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可以获得3万元的返现 我们推出的算力券针对企业高效科研机构的降低他们的算力使用成本 另一方面我们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为算力企业带来更多的市场订单 最新统计在算力券的带动下 目前我们已经接到省外企业的订单超过18亿元 据了解 贵州今年发放的算力券 包含1亿元的现金券和若干实物券 当地算力产业规模 今年力争突破100亿元 处理一些西部省份的地方政府 一些东部地区的公共算力平台 也在通过发放算力券的方式 拉动产业发展 加快培育新值生产力 这成为一个新的变化和趋势 我们接着到南京去看一看 在南京智能计算中心的机房里 200多组机柜整齐排列 在这里 每小时可以完成100亿张图像识别 300万小时语音翻译 或1万公里的自动驾驶数据处理任务 作为长三角地区运营规模最大的 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创新平台 南京智能计算中心 每周都会发放不少于2400小时的算力券 面向不同领域的人工智能企业 比如在科研领域 可以通过我们的算力 去模拟蛋白质的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 再比如说自动驾驶领域里面的一些识别模型 决策模型 也需要制算中心的算力 去做相应的一些支撑 在各行各业都在赋能 他们去做一个新制生产力的发展 记者发现 这个空共算力平台发放的算力券 一方面像是体验券 邀请有相关算力需求的企业进行体验 时长从24小时到96小时不等 另一方面 发放的算力券也像是折扣券 如果签订长期算力租用合同 将享受到一定优惠 我们南京应用数学中心 决定和资算中心进行长期的合作 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稳定的 强大的计算资源 在这个计算的费用上 相对还是比较便宜的 据了解 推出算力券以来 南京智能计算中心算力的平均使用率达到80% 峰值使用率接近100% 不少人工智能企业因此匹配到了合适的算力 高性价比的算力资源 是我们构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圈的一个重要抓索 南京智能计算中心二期刚刚建成投用 以吸引人工智能领域算力层 平台层 算法层30多家企业落地园区 算力券这个新事物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有点陌生 但是算力这个概念 相信不少人已经有一定了解了 算力简单来理解 就是对数据或信息的处理能力 一般来说算力分为通用算力 智能算力超级算力 通用算力主要是用于图形图像处理 机器学习网络安全等领域 智能算力专注于人工智能领域 超级算力主要是用于科学研究 工程设计大数据分析等领域的复杂问题求解 算力是新值生产力 有测算显示计算力指数平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数字经济和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增长 千分之3.3和千分之1.8 我们刚才看到的两个案例主要都是针对企业的 那么在广东已经有运营商率先推出了面向普通消费者的算力服务产品 名字叫算力卡 算力卡和算力券相似 也是能够帮助用户用上算力 用好算力 怎么使用呢 我们接着来看 这样一张算力卡载体是5G手机 实际上是将通信权益和算力权益融合起来打包出售 面向个人的算力卡目前包括多项算力服务 比如人工智能画画 云盘 云游戏 超算服务 其中 人工智能画画 瞄准设计师 新媒体运营等群体 为创意设计提供辅助 云盘可以为用户提供数据在线存储服务 云游戏则提供高速稳定的云端游戏服务 那么超算服务其实是我们汇聚了大湾区主要超算 自算这些节点资源 提供了200多款算力应用软件 面向大气海洋 生物医疗 工业反征等行业领域的专业科研人员 目前已有重庆 青海等多地运营商 跟进推出算力卡 和相关算力套餐 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 未来对老百姓而言 算力服务也会成为 像流量宽带一样的大众化产品 将来使用算力可能会像用电用水一样方便 那么这里面就包含着一个 促进算力低价普惠的目标 这也是不少地方推出算力券 算力卡的初衷和落脚点 国家数据局就表示 鼓励面向中小企业发放算力券等 补贴降低企业综合算力使用成本 让企业尤其是初创的中小企业 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算力资源 关系到他们的研发成本与创新活力 只有切实减负才能轻装上阵